南瓜饼 大家好,今天分享南瓜饼的新做法 柔软不湿劲道,香甜又松软 一起来看看吧 准备的食材有 南瓜鸡蛋,面粉,酵母,排糖 南瓜去皮去染 把南瓜切成薄片 中入盘中 放进锅中蒸熟 南瓜蒸熟了,取出来 南瓜倒进一个大碗中 趁肉压成南瓜泥 南瓜泥稍冷了,加入酵母3克 白糖4克,促进酵母发酵 搅拌均匀,使酵母融解 再打入一个鸡蛋 搅匀 倒入一碗面粉 先搅成面絮状 再下手油成面团 揉成酵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上盖子,敬发至两倍大 南瓜面团已经发酵好了 安排上撒些干面粉 把发酵好的南瓜面团取出来 揉搓排气 把面团揉圆 再用擀面杖,把面团擀成长方形面片 擀成这样,0.5公分厚的面片就可以了 再用刀分割成大小相当的面剂子 分割好后,纱布盖住面剂子 二次醒发10分钟 平底锅预热不用刷油 把南瓜面饼放进锅中 开中小火烙制 烙制南瓜面饼鼓起,翻面 双双按压下,使其受热均匀 继续中小火烙制一分钟 用铲子按压小饼 立刻回弹铺它线,就是熟了 南瓜饼就做好了 看一下 非常的蓬松轩软 南瓜饼这样做,无水无油无添加 营养健康比面包还要好吃 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快动手试试吧